点击上方中美聚焦,关注我们白宫的愤怒,似乎无休无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听着美国总统口中的小火箭人,Little Rocket Man必须被消灭,与伊朗达成的国际核协议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自由贸易是坑派美国的阴谋,美国的盟国都是搭电车者,人们很难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真实且当下的威胁,就在于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自恋与美国实力局限的碰撞点,还是总统候选人时,特朗普就誓言要埋葬自由泰国际主义,他希望摆脱全球事物的绞缠,而是支持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当选总统后,他现在想要世界遵照他所发的指令,或推文形式,特朗普不习惯遭遇违抗,尤其是来自地图上某些陌生角落,一听名字就是外国人的违抗,威胁诈评朝鲜或拒不承认伊朗和协定的, 美国总统,只是暴露了一个被不顺心搞得下不来台的恼怒自我,这些情绪爆发是有后果的,上周访问首尔的几天提醒我注意到这一点,当你身处朝鲜火炮阵地的有效射程范围内时,战争的鼓声格外不详, 这并不是因为韩国人生活在永久的恐惧中,坚韧的韩国人习惯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这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掌管平壤的金正恩是一个与美国总统一样,无法预测的领导人,遏制,威慑等等的规则,依赖于双方都有一定的可预测性, 在东亚,历史留下的旧伤疤从未恰到一核,使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都具有内心深处的情节,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体系给欧洲带来了一个集体安全架构,以及促进和解与立体化的各种激励,而在东亚,正如首尔智库而山政策研究院,Azen Institute院长贤戴奉三·杰邦,上周提交给韩半岛国际论坛KGF的一篇论文所写的,美国的盟国不得不接受一种中心辐射型安排, 即每个盟国都各自依赖于美国,当特朗普谈论发动战争以阻止平壤核武计划时,该地区的利益被抛在了一边,特朗普只关心一件事,金正恩可能很快拥有,能够打到美国西海岸的导弹,特朗普很少提及首尔,尽管一旦开战,这座城市将遭遇毁灭性的报复,当美国总统称他可以一拳击倒朝鲜时,他没有把成千伤万韩国人算命的潜在代价放在心上, 这一切都是统一的,如果说特朗普有一套外交政策,那就是他上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阐述的 第一豆粉宣告,美国已经放弃了自由害国际主义者基于价值观的柔性形式方式,而是支持一种不去关心其他国家选择的方式,在自由与暴政之间,各国应该有自由做出自己的决定 第二豆粉认定,国家不可侵犯是一条普世原则,但有一些条件,只有那些同美国站在一边的国家,才有可能免遭美国的干预 特朗普所说的几乎一切都贯穿着这类矛盾,我称之为好战的孤立主义,又或在于忽视美国总统的疯言疯语 在与反复无常的白宫打交道9个月后,美国的盟友已经转向避开政策,忽视特朗普暴风骤雨般的坑文,而是与成年人打交道 尤其是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etis,并期盼着在特朗普卸任的那一天还有一部分这的多边体系幸存下来 这一战略正在走向此胡同,特朗普拒绝承认伊朗分手和协议,可能毁掉一代人以来最成功的集体安全努力 从最乐观的方向说,此举将破坏美国参与国际社会努力,通过和平方式防止进一步和扩散的可信度 特朗普还不如在白宫门前贴出告示,宣布华盛顿不再值得信任,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 从最糟糕的方向说,此举将使伊朗重返核武计划的道路 这对地区和全球和平都意味着极为巨大的风险 美国国会可以通过拒绝恢复对德克菲兰实施制裁来避免与美国的盟友公开决列 然而,对美国微信的损害已经造成了,此举传递出的信息一清二楚 如果被视为关键参与者的美国可能违背任何协议 朝鲜为什么还要拿国际社会当回事 凑巧的是,如今的平壤并不认为自己需要任何此类借口 金正恩看来以决心不惜代价到处能够达到美国的核导弹 但是美国糟蹋了自己的道德权威仍是重要的 约束金正恩,如果现在还有任何可能的话 需要一个强有力气团结的国际联盟 争取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 以及美国在东亚和其他地区的盟友同筹敌赛 这意味着需要一位略懂外交的美国总统 而不能只有走巴斗欧者的好斗虚荣心 特朗普脆弱自我的代价可能是战争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近期精彩回股特朗普访华 会让中美关系冰势前线吗? 中国对朝政策即将发生强硬变化 美国爆发大规模杀伤线投水战 是什么把这个国家撕成两半 美军舰又来南海自由航行 遭到中方军舰战机警告 驱离美中关系处在危机边缘 除了打电话 有些问题必须见面 谈为什么这位美国写者说 中国几乎没有能力威胁美国 如果中美军舰相撞会怎样? 反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中美聚交往立场 反文为中美聚交往专栏作家原创文章 反权规作者与中美聚交往共同所有 如需转载情与中美聚交